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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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早上有上去的舉手 有繳作業的舉手 只有一個兩個 三位 三位 那個 泛榮森有繳 蘇 蘇 蘇玄姐有繳 然後 幾號 28號 林蘇宇有繳 還有 賴君校 沒到 那個 黃冠豪也沒有做 沒有開 沒有開那個網頁 然後 蔡明軒 蔡明軒呢 你也是連網頁都沒開 來我上去看看 我們上去看就知道了 有幾個同學都沒有去把他 開那個網頁 現在很多作業 林思妍是不是 聽到這邊了 什麼問題就提出來 有問題提出來 現在每一位同學呢 只要你上去 只要你上去你的網頁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學生授課列表 學生授課列表 我這邊呢 我的課 研究方法概論 你們通通都在這裡面的 我都可以看得到 學生授課列表 譬如說剛剛我唸的 蔡明軒沒有見字 賴俊孝沒有見字 黃冠豪沒有見字 然後呢 藍紹城剛到的人還沒見字 黃麗金也沒見字 另外呢 陳建安也沒見字 好 我們希望你從這邊來繳作業 我都會回你的 我都會回你的 那個誰 剛剛 我看一下 好 那個 林書宇 你可以給別人看嗎 可以吧 好 林書宇的 他這邊還沒有規劃 然後他已經把作業放到這邊 然後在哪裡 你說你繳了 繳在哪 工作態度之研究 10月27號交的 然後你專案也交了 也在這個時候交28號 今天凌晨喔 沒睡飽喔 沒睡飽喔 不要這個習慣最好 真的 習慣是 我那天碰到 那個誰 有一個電視的演員 他住在我們9樓 我住在6樓 結果他下樓碰到我 碰到好幾次了 那天在聊天 那一次是最早 碰到他最早 不到8點 拎著西裝要出門了 我再跟他點 然後我說 哇 你看起來都 沒睡好啊 沒有精神 他說啊 我這種工作沒辦法 我天天 已經就是時間不定 經常這樣子 已經好多年了 那我說啊 你要保養啊 對不對 他說是啊 我說我跟他講 我56年來 56年來 超過12點睡覺的 次數是可以數的 我一定12點 12點以前一定睡覺的 我可以12點睡覺 3點起床來做事 整天都有精神 可是呢 我不能超過12點睡覺 那個對人體的運作 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你超過時間 要好好注意了 是不是以前就這樣子啦 好 譬如說 這個 蘇宇呢 他把作業放在這上面 寫得不錯 摘要 然後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然後研究的方法 然後呢 預期的成果 真的是寫得很好了 那我們 每一個同學 如果你能夠 我的期待 我的期待 你們每一個字都自己寫的 除了人家 你那個文獻分析的時候 人名 作者 書名 這個部分是 你一定要抄他 你不抄不知道是從哪裡來啊 其他的呢 我希望你都自己做 自己寫 我講過 寫東西是培養你的思考能力 一個大學生 現在已經是 三年級 是三年級嗎 對嘛 三年級上學期 如果你沒有達到一個 一個目的 什麼目的呢 這個目的 什麼叫大學生 如果大學生沒有這兩項 我不叫大學生 獨立思考的能力 然後呢 第二個 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兩項你沒達到 你不叫大學生 所以如果說你要去思考 人家說思考 什麼時候會是思考呢 思考就是 當你要用心去 用自己的話 去寫出東西的時候 那才有思考 要不然你不會去思考 你抄人家作業 你把人家登錄出來 你會思考嗎 沒有 你的思考就是 抓 Copy 或者Ctrl V C C D 只有這個 你思考在哪 零 但是你寫出來 像你如果這樣一篇 這樣整個把它寫出來 不是去抄的 用想的 那就是思考 如果你能夠一直在 培養培養思考 那你將來呢 一定會有很好的一個 作品出來 那什麼叫問題解決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呢 是 你碰到一個問題 你會去經過思考 你會提出很多的方案 那你的方案呢 這問題解決能力呢 它是要提出方案的 意思就是說 你要解決的時候 有假案 疑案 秉案 你要去解決 如果你在思考 像這裡面談到 這裡面有談到什麼 談到說 研究方法的時候 你就會去注意 你的對象是誰 你的文件設計是誰 然後一個一個來做 這樣才會有得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結果 我們透過這種方式來處理 像我 我在這邊 我可能要去了解同學的時候 我沒辦法 我只能上來這樣看 是誰 有時候我點名 我知道是誰 我名字有些認識 不認識 我透過這個 我就可以知道是誰 譬如說 現在我要點人 我不知道名字的話 我可以這樣看 所以你們底下 在做什麼 我知道的啦 我不會不知道的 你看這樣看 就看出來了 現在是誰 蔡維倫對不對 蔡維倫剛剛到現在 一直在看報紙 都沒有聽我講 我剛剛講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啊 對啊 她在搖頭啊 花這個時間 你還在看喔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 剛剛她講嘛 獨立思考能力 如果你覺得說 獨立思考能力 你認為這一門課 對你沒有幫助 你來這邊看報紙的 你對我是一個 我覺得很不尊重我 我可以這麼說 當老師在上課 底下人在看報紙嘛 那這個要幹嘛 這不是很不尊重老師嗎 這不叫獨立思考能力啊 這也不叫問題解決能力啊 你解決什麼 解決說我沒有興趣啦 那你沒興趣 你不是這樣解決 我覺得這個不叫解決問題 好 我們看看喔 我剛剛有請那個蘇宇 當然有點半強迫性的 半強迫性的來 來把她的文章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譬如說第一個 我要看主題 這裡面寫得很清楚 人力資源資訊的系統 特性知覺 對工作態度的影響 這裡面重點應該是工作態度啦 那這裡面講 人力資源的一個 資訊系統特性的一個知覺 什麼叫知覺 你只要把它放在題目 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要去解釋它 每一個字都有它的功能 多一個字可能要在報告裡面多十頁出來 多一個字可能你沒有辦法去完全把它的想法寫出來 所以字很重要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這只是一個名稱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這是一個名稱 那是什麼 就是一個系統 所以它是A 假設我把它擦掉 我這樣告訴你們分析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 將來我們怎麼去分析一個題目 他說 人力資源的資訊系統 其實是什麼 就是一個系統 這叫做A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你看人力資源資訊系統那麼長 它其實就是一個系統 然後呢 的特性對不對 特性 這個特性呢 是指說人力資源 這個系統裡面的一個小部分 這個系統裡面的一個小部分 特性 人力資源系統很多很大 它只有其中一個特性 它的知覺 它的知覺 知覺什麼意思 要很清楚告訴人家 將來你在這個文章裡面 告訴人家 什麼叫知覺 知覺就是你感受 你在使用人力資源的系統 這個特性的時候 它的知覺 你對它的感受 所以你對特性的感受 你可以這樣解釋 對特性的感受 你可以這樣解釋 對它的感受是如何 這就是最重要一個點 最重要一個點 接下來呢 後面是 然後呢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A的某一件事情 對B B是什麼呢 B就是說工作態度的影響 態度是B 這些人 這個系統 對工作態度的影響 好 其實就是A跟B 然後呢 它的作用是什麼 它的功效就是影響 它就是影響 它就是影響 影響是它最重要 影響的話 可以用統計去看它們之間的關係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說 是關係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功能的一部分 這個用功能 又可以改成為 譬如說 它的關係 它的差異 這個都是我們要去討論的嘛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是 A跟B的一個部分 你看它寫這麼長 其實就是A A就是特性 這個資源系統的特性 你的感受如何 B呢 就是說 工作態度 這件事情 這兩個 有什麼差別 好 題目是這樣子喔 接下來你看它為什麼要做 在要裡面講說 我這個資訊系統呢 這個 這個資訊系統 提供功能性的服務 這系統要幹嘛 然後呢 系統本身 有支持性的感覺如何 那對人力資源部門 它的整個 會有什麼 什麼影響 什麼知覺 然後這一些 這一些這個 特性 對人員的信念 包括使用的一些知覺 然後它的使用的容易性的影響 或者其他這些東西 包括工作滿意度 工作投入等等 它是如何 我要了解這樣狀況 好 只要到這裡呢 我可以看出來都是 這裡面大部分不是自己寫的 書以不是你自己寫的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 這邊太多內容不是你的 你的範圍可以做得到 beyond your ability 就是超過你的能力 這裡面有很多 它沒有錯 它是人力資源的 可是呢 不是你大三的學生 可以做出這一塊 好 那沒關係 你只要是寫 那我就知道說 這一篇文章所寫的東西呢 這個工作態度的研究 不是你自己去做一個計畫書了 不是了 沒有關係 至少有一個起頭 你願意去起頭去做一件事情 老師看 可以告訴你 這一件事情 你怎麼樣去改進 怎麼去改良 這才是學習啊 要不然我們花那麼時間 你操操我就看看就算了 那幹嘛 沒有意義 學習不是這樣子 好 研究背景 假設它是合理的 假設說 書以弄這個覺得 我很喜歡 知道這系統 跟工作關係的 工作態度之間有什麼關係 我可以舉一反三 讓同學們了解 假設我改成什麼 改成說 學校的ePortfolio系統 我不會改嗎 我改成 我改成 這個叫做 ePortfolio的系統 跟同學使用的意願 有什麼影響 那不就是很明確 就是這樣子一個觀念嗎 這A我可以換成這個 我B可以換成這個 那你知道 其實專題製作 滿有意義的 這樣懂意思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 剛剛我說 你用這個方式來傳達作業 能夠去把你的資料做得很好 那這是系統啊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爭求一個同學同意 那個 詹佳榮 你可以不可以 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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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給別的同學看嗎 可以喔 你還沒做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還沒繳啊 可是呢 你看喔 詹佳的東西 來 可以啦 扮強迫性 扮強迫性 讓別人看你的東西 好 他已經有做這些東西 然後呢 他還有自己的部落格可以進去 好 我就不要進去了 好 然後呢 他有這個小語心情 然後寫為什麼 寫了一堆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然後呢 然後 這個行銷期末作業 他作業把這個也寫上去了 如果說我看他全部文章 有很多文章 那如果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你看我的 我會有很多東西 我舉個例子 我把 我把分享欄給各位看看 我有事沒事喔 我寫一些分享 譬如說 我覺得 知識分子 什麼叫知識分子 我隨便抓給你看 什麼叫做忙忙忙 我自己的感受 這通通我自己寫的 人生的快樂 在做的事是什麼 你有興趣你看看 我隨便舉一個 《知識奴》好了 什麼叫知識奴 這是我寫的啊 我說名導演家也 名作家 他叫吳念珍 廣告最多的就是他 頭刀人 可以用電腦劍喔 就是他講的嘛 對不對 他很多 他的小時候認識的師父 真正不愧是知識分子 他是基隆瑞芳人 他那個師父是什麼 以前我跟你講 他的故事是這樣子 瑞芳探坑地區 很多人都沒唸書 那這個張念珍的師父 就是稍微唸一點書的人 所以呢 你知道他 他們全村的人 所有的信件都靠他讀給 這些村民聽 或者說 這些村民要寫信的 探坑的礦工工人 要寫信的時候 透過他 請他幫忙寫 那其中有一封信 譬如說 因為之前 之前就是他都是他幫忙 結果吳念珍 他覺得吳念珍的小孩不錯 小朋友不錯 他就開始教他 把吳念珍培養成為 可以幫忙 這個傳遞給他 他將來幫助他師父 做他師父的工作 為全村人服務 他學得不錯 吳念珍學得不錯 結果呢 到了有一陣子 他已經開始會讀 會了解意義的時候 剛好有一封信 然後交給他 他說 你幫忙解釋 他要解釋之前 他師父看了 不要動椅子 動了又要幹嘛 好 我現在呢 他說 我現在呢 已經教你教到一個程度了 你要開始嘗試 可是他會自己先看過 看過大概看過 然後就給吳念珍去解釋 結果呢 有一封信是 意思就是說 那個寫信來的人 要告訴他父母親的狀況 比較偏負面的 比較偏負面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 你可以再看一篇文 比較偏負面的 可是呢 吳念珍要解釋的時候 照去解釋的時候 他師父就告訴他 把他搶過來 然後按照一些 比較善意的謊言 告訴他的村民 他村民聽了就很高興 然後後來他師父就 他就問他師父為什麼這樣 他說 其實你是要 你的工作是要幫助人家 偶爾你看內容 你要做一些調整 讓他不要變成那麼悲傷 本來是悲傷的 是讓他不要那麼悲傷 幫助人家 他有這種現象 你看 然後呢 他這個小時候 小時候師父跟 是少數的 聚業主寫作能力的探功之人 然後呢 秉持著 以具備 比周遭人 更高一層的知識 協助周遭 需要幫助的人的心態 絕不會利用 高一層的知識 來避逆 來掠取 或壓榨周遭的人 他不會這樣 這也是我自己寫的 我不是抄的 我不是抄的 然後呢 台灣的教育普及現在社會 生活的周遭 不乏知識分子 很多人都是知識分子 然而有很多人 哪幾個人 真正稱到是知識分子呢 有多少人以謙卑的態度 面對上級 同儕 或者下屬 這是我自己覺得說 我做到這一點 我必須要用這一點 當作我的座右銘 所以我有感而發 那專業知識分子 專業知識跟經驗 是一種能力 但是呢 溝通了解 為人處事態度 更是知識的基礎 尤其是態度 有些人 雖然很有具才華 有創建 有理念 但是呢 面對工作職務的關係 跟人家相處的時候呢 且做做逼人 做做逼人 要把人家逼得 走投無路 不可一試 什麼叫不可一試 自己認為非常了不起 天下人 沒有人能夠 受他的肯定 別人都比我差 尤其是有全市的上司 或主管 你面對同事 面對部署 或者不期而遇的一些陌生人 如果不是用謙卑的一個態度 來協助其他需要協助的人的話 你擁有一身百科全書 百科全知 但是呢 離知識分子 還有一大很大段的距離 所以呢 他只是一個知識奴啊 所以我的感受是這樣子 我會把它寫在上面 我每一篇 每一篇都是 我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去寫 真的 我每一篇都在自己寫 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寫的 然後 這都有時間 你看 你有空可以看 怎麼皇帝不用二兵 卻用二將 這也是 我也覺得說 我有感而發寫出來的東西 你們可以去看看 好 我給你看這個目的 不是在炫耀我寫文章 不是的 我寫文章跟人家比起來差 我是基工科畢業的 私立高職學生畢業的 我文章一定不會比較好 可是我一直在想辦法自己去多練習 把這個當作什麼 當作一個叫做歷程 當作一個歷程 所以我們來看看 實華也做了很多他自己的 另外呢 我也看覺得不錯的 還有一個 劉一梅 可以給人家看嗎 劉一梅在哪 可以吧 我也覺得他做得不錯 那 這些東西都是 雖然他還沒交作業 我覺得還是 劉一梅是幾號啊 怎麼跑到哪去了 小不點 小不點 好累喔 你看 好累喔 那這個好累喔 其實在你的感覺是 你在這個時候的一種心情嘛 那你把所有的文章 統統列表出來的話 你有你自己的歷程 假設這個都是 一輩子留下來的一個很好的東西 對你有什麼不好呢 好 我只是告訴同學們 一定要利用這個 我們再回頭來看 回頭來看 研究背景 假設 我把這個 當作 A換成這個 B換成這個 那你的研究背景 背景因素就是 譬如說 最近 我們已經把 這個e portfolio 建置好 可是呢 老師一直要求我們 利用e portfolio去繳交作業 然後用這個 跟老師溝通 可是呢 我在使用的過程中 我發現有一些 不是很便利 或者有一些同學呢 對這個部分 有一點點厭緣 那我開始覺得 這個題目值得去探討 我希望從這裡面了解說 這種的資源系統 跟使用意願之間的關係 那不就是一個 叫做背景嗎 對不對 這就是背景嘛 背景是說明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 目的是什麼 目的在這裡面 寫了很多目的 那我們就不看 這一篇的目的囉 因為這一篇目的裡面 是完全是 你目的 如果你這樣看 很簡單就是 系統會不會影響工作 目的了解 這個系統會不會影響到 工作態度 這是一個重要的目的嘛 第二個也許你說 這個系統如何改進 工作態度能提升 這也是第二個目的 第三個 怎麼樣的工作行業 或怎麼樣的人 他在系統跟工作態度 有沒有什麼差別 哪一個不同的有沒有差別 你先看他的對象就好了 你先看推將 對象裡面這裡有 是誰 是人力資源部門的 誰啊 沒有寫清楚 對象是指你要去調查的人 這裡沒有寫清楚 反而是寫內涵 這個對象寫出來是內涵 不是真正的對象 是研究的內涵 研究的範圍跟內涵 好 他採用問卷 這裡面有寫問卷 問卷裡面有一些 它的包括內容是什麼 那預期的成果 通常預期成果 會跟目的是一樣 如果剛剛講 我這個題目 希望能了解 ePortfolio 它的系統平台 跟使用意願之間的關係 這是我的目的 那我的最後 那個預期的成果是什麼 我預期成果就是說 我能夠找到ePortfolio平台的優勢 第二個 ePortfolio平台的哪一些改進呢 能夠幫助使用的意願 如果改進某一個部分 可以幫助它的使用意願 這就是預期的成果 所以它是環環相扣的 好 這是給同學們做一個參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個蘇宇 范草生 可以 可以啦 來 我們試試看 范草生的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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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